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诩为满洲里人的赛莽 既不是中国人 也不是当地常见的俄罗斯人 而是一位在满洲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的美国人 今天的系列报道走进内蒙古 就让我们跟着赛莽的视角 走进草原边城满洲里 感受那里的繁华 感受那里的别样风情 又说又唱 带着孩子快乐的气氛中学习英语 这就是塞蒙 一个在满洲里教英文的美国年轻人 跟随塞蒙我们走进满洲里 这座在15年前成为中国延边开放城市的百年小镇 城外芳草千里 城区开阔坦荡 满洲里小巧而精致 繁华却不喧嚣 街道光鲜 每栋建筑就像色彩和造型的完美聚会 全然不是印象中的边陲小镇 擦肩而过的俄罗斯人 细腻圆滑的古希腊和罗马建筑 百年来中俄经济文化交融的印记在这里随处可见 充当导游的塞蒙在满洲里生活两年多 熟悉满洲里的大街小巷 这个这个已经多少钱了 现在 现在这个是12块五 不行嘛 你一天给我11块 现在涨价了 涨价了啊 这是一个地区市场 为地区人 不是很贵的东西 对 太低了 对 你来来吧 对 我喜欢买东西 我来不去书尔伊 东西很贵 书尔伊 这边便宜 来吧 街边菜市场感受当地人悠闲自在的生活 而在塞蒙年中 要体验满洲里的活力与繁华 一定要到市中心的商贸街 作为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 满洲里每年进出口的货物占到中俄贸易总量的60% 满洲里最繁华的商业街 不仅是市中心 也已经成为俄罗斯人购买中国商品的中心 专门面向俄罗斯人的批发市场 经营各种商品大大小小的店铺 随处可见的斯拉夫面孔 塞蒙把这里形象的叫做俄罗斯城 他们来满洲里三天 三个天 两个天 回去 他们满很多很多东西 去 回去俄罗斯 买很多东西 看几天回去 你看 你看这个 看 这东西 看 这东西 对 这东西 对 So many things Yeah They go home 现在他们回家 中国人 他们会说俄语 如果你不会说俄语 俄罗斯人不满你的东西 不仅是俄语 就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 满洲里的大人孩子都在学习英语 塞蒙的学生遍布满洲里 I went to Beijing You know I just came back So nice What were you doing there Here No Simon 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满洲里人的热情 包容 让他结交了很多朋友 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不少 常来常往的俄罗斯人 I go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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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时充满活力 处处散发迷人风域 不断发展 这就是塞蒙盐中的满洲里 They painted all the houses And they are still working on it Yeah It has really developed You know And it's developing more and more Everyday 容美的灯光 翩翩起舞的人群 霓虹闪烁的酒吧 夜幕下的满洲里 一样充满生机 温暖安详 和谐包容 满洲里的夜色 为草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最阳台内蒙台报道 YOU Can shine YOU 静 Lucan YOU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